如何玩转WAPI图片格式,将其保存为可编辑用,图片格式 经常需要在网络上搜索图片资源或者编辑制作网络图片的朋友们,也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网页上看到可利用的图片资源,需要把图片资源保存下来,进行编辑加工再利用 如果从网页上保存下来的图片是普通的GPG和PNG格式,可以直接用PhotoShop和其他编辑软件打开编辑 但是,近几年出现了一种WAPI扩展名的图片格式,这个格式保存到本地以后 可以在网页浏览器和图片查看器里进行查看,但是无法在PhotoShop和其他编辑软件中进行编辑 经过研究,我发现了一种很简单的方法 在Windows系统上可以不通过安装其他第三方软件,用系统自带的功能 就可以直接把本地的WAPI转换成PNG或者GPG格式,且十分快捷 具体操作我接下来演示 先把WAPI格式文件存到本地磁盘,然后在文件上右键点击 在弹出来的彩单里选择打开方式,然后选择画图程序打开WAPI格式文件 当WAPI的图像展示出来以后,点击文件彩单,再点击立存为 然后选择你需要的格式,我以立存为PNG和GPG格式为例做示范 再次进入Photoshop,打开刚才另存为PNG和GPG格式的图片文件 没有问题了,你已经可以在FOTO上编辑这个图片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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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